最近又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事 那就是音箱的音量调多大 前置解码器的音量调多大 Windows的音量调多大 QQ音乐放音乐的音量调多大 它不可能全最大 也不能全最小 它总得有一个平衡点 看看哪个更合适 我这是5寸的有源音箱 它有功放 这个解码器它也能够调音量 Windows系统也能调音量 QQ音乐也能调音量 我不是音乐这个行业的 但是我咨询了一下 这些产品的客服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实际体验 我Tingr用的是ASIO模式 说简单点 它会用到前置解码器 就是声卡的解码独占 也就是说如果用了这个模式 Windows系统自带的音量调节 是不管用的 也就是说默认最前级声音输出 给它调到最大 最让我纠结的就是这个解码器 还有这个音箱的音量 该调多大 解码器的最大音量是60 最大是60 我现在给它调成了6 也就是10%的音量 那这个音箱呢 这个音箱自带功放 我给它调到了12点的位置 我问了一下它的官方客服 它说90%多的用户 都会调到一半 如果再往上调 建议用前级来调 我说如果调小点 10%会不会影响它发挥 它说也不会 但是用的比较多的是中午12点的方向 另外这个12点的方向 它有一个槽 它有一个卡 那我就用它50%的音量 然后我又问了一下双目三菱第六的客服 我说如果调的特别小的话 会不会影响时针或者有不好的效果 它问了一下技术跟我说 让我把音箱音量调到最大 然后剩下的由解码器来调 那这样他们两家说的是一样的 那我音箱调50% 第六给10% Windows和Q12音乐分开来说 如果用Q12音乐的ASIO模式 或者FUBER的ASIO模式 那默认就是声音最大的 那如果是Windows的DS驱动模式 这个可以给50%到100% 然后再加上这块调节 还有一个那就是PS5连接电视 通过光纤再连到解码器 这个音量可以直接用解码器来调节 给到10我感觉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这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仔细研究 这也算是一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音箱它不一样 有的是有缘 有的是无缘 有的是4寸有缘 有的是3寸的跟5寸的 每个玩家都不一样 那这个思路是可以给各位参考的 那就是音箱调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 比如说50% 很多人没有前置解码器 那样就简单了 把音箱调到50% 最好不要太大 太大会视针 剩下的用Windows的系统声音来调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算是给各位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